Hello 各位各位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9月18日星期一 恒指今天先跌後回升 跟上星期五 跟走勢差不多 星期五晚上美國就跌下來了 外圍大概是這樣 但外圍看其實不是特別淡 今天A50也有抽回升 跌了之後就抽回升 可能有機會有駁今個月 即今個星期犯罪 不是特別淡 至少有個譜 其實現在也沒有什麼問題 真的解決了 也沒有什麼特別解決了 房屋市吹出了一些政策 叫做好一點 雖然8月份的樓市還在下跌 70成的統計數 但因為他的政策在8月尾做 所以他實際應該要去到 9月看才比較實際 但其實最主要都不是看樓價 樓價就難以立即會站穩 難以說他不會跌 因為錢中有很多外邊 其他不是重要的城市 那裡會拖著 但主要的城市應該會站穩 那升不升得到呢 就說反價 但實際上你做到多少事情 就不知道 這個都要等數字出來 但就好了一點 整體氣氛就沒有那麼差 那 好了 問題就是 這段時間 我正在看這個禮拜 上個禮拜 中至尾 我們 應該上個禮拜頭 我們就做過一些表格 在幫助控防 那裡就說 怎樣去分駐做這個 7226 那 然後呢 去到中至尾的時候 就開始吸收了 我們開始吸收了 今天早上我們都說 今天會跌下去 就向下賣 即是下方再賣 目前我買到大約是 50%這個水平 今天就在前面都說過 好了 問題就是 為何會看這個禮拜 上個禮拜尾 或者這個禮拜會升 其中夾著都是兩個大的因素 就是 一個CPI 接著一個 接下來的FOMC 其實你會看到 其實我這次沒有解釋 為何會這樣想 會看這個方向 其實我們一直都講過很多次 就是 我有講過怎樣建建這個倉 但是我們有沒有講 為何會這樣看這個方向 其實我們經常帶出就是 我們看著DXY來做 但是你留意一下 恆子覺得有趣 現在DXY去到105這個水平 比起8月22日 恆仔175至176這個低位來說 當時的DXY只有104 而現在的差距已經是1 這個範圍裡面 其實也挺多 但是你莫說說 恆子不肯跌穿 不肯跌去175 更加沒有什麼完全 他沒有想著跌穿175 你更加不要說他去到172這個水平 他現在說的是102這個水平 但是你講DXY對比他 是高了出來的 高了出來的 是不是就好像賭困一樣 就一直等著等著 看著你 看你做不出樣子 他一轉身就走出去 我認為這個機會也挺大 你說的問題是後面還有什麼大問題 但問題是沒有的 現在是等東西出數去消化 就是講我國那邊 所以你說另一個Horworks 又不像有 而你如果用剛才的角度去看 其實恆子和DXY是在背持著的 就是說DXY越來越高 但是恆子就不肯越來越低 明白沒有 那個道理就是這樣 其實有些背持在這裏 接下來有什麼要考慮呢 看美金就是兩樣東西 第一就是歐元區的通脹 這個我就不敢猜 為什麼呢 因為自從上個星期 他出了歐元加息之後 市場開始調轉來讀 怎樣調轉來讀 就是他認為 加息會令到他 經濟衰退令到更加差 其中一種解釋是這樣 還有會說 我可能不加 接下來有一種解讀 但是我認為是 前者 我剛才說的 是怕他衰退 我看外國的評價是怕這件事 香港就不是這樣解讀 但是我認為應該是怕衰退舉多 這件事我們是不知道的 只是我自己覺得是這樣 但是是不是真的這樣解讀呢 不是 所以變成 他這次的CPI高的話 他考慮到如果他高 央行是不是還要再加息呢 即是上次說的 可能不加的這個考慮 變相反過來就炒衰退 反過來就怕你 喂 是不是不行 如果這件事中了 他又再來過 如果你說這次CPI弱了 那是不是又會說 不炒加息呢 弱了 那就不用加息 那些人又鬆開口氣 那些錢又走出美國 變成歐元又升了 美金又下來 所以這個人不知道 所以沒辦法去看市場怎樣解讀 他現在兩樣東西都在樓界點那裡 有機會就時代走一邊 所以這個就不可以猜 這條債保下的股 那第二樣東西要猜什麼呢 那就猜FOMC 那FOMC 這個就不用多加息 如果是沒事的 那美金可能就會短線走弱 那這裡可能我們就會有一個反彈 對我們來說是好的 那其實這個美金 或者這個加息 對大家的生活影響很大 早前我們在早上明燈也有講過 我記得在早上明燈也有講過 就是匯豐加息的考慮 加按揭息的考慮 就是破頂再加什麼 再加扣Eway 就是這幾樣東西 當時我們有講 其實他們有很多種目解讀 最終要看什麼呢 就是看西銀行是否跟 跟的話是一種解讀 不跟的話是另外一種解讀 現在很明顯 一個星期之後 你看到他們就開始跟 其實很大機會 真的是成本問題 不是說有些市場的解讀 就說匯豐不想做 不想做新的案件 你說他會不會完全沒有呢 會不會完全是很想做 或者完全沒有考慮過 不如不要做那麼多 我相信他都有 但我覺得他是兩難 他不敢做得太出面 否則他會知道很清楚 樓價影響很大 樓價影響很大 到時候他手上的客人 就更加不利 變相他就合入更加兩難的局面 所以他就 到時候他就不知道怎麼做 他就說不叫 出事就要迫要叫 那叫人對他自己也沒有什麼好處 所以他寧願 所以他現在看到了 他沒辦法了 迫著要做 他都要加息 我相信在成本那裏 機會會大些 如果他是想賺多些錢的話 或者早點加 我想他在香港來講 加案結息是有很多考慮 不像外國 所以目前是這樣 現在全部人都說加 那我相信 他們自己本身也知道今天有壓力 還有 力都令到樓市是有些壓力的 新樓一方面是劈價 劈到出血的 本來要說這個契德 今天都還沒說 會有叫我講JPACS JPACS那件事 我不知道我夠不夠了解 一個幣圈的東西 我不懂 總之他進去看過 一年半再前 進去看過 只有一個結論 純賭場 就是純賭旗子一樣 沒有意思 沒有任何東西 就是純賭旗子 那比特幣這些 有了 上一季 上一季就好些 上一季就有些人 有需求的 其他那些東西 都只能說字 有機會 如果真的要講 看看 這兩天講一下 但這件事 那個騙案都很明顯 還有留意一點 通常騙案 這種騙案 他有一種特色 他就會不停地出 一些理由 令到你的心磨平 令到你的心覺得 還有機會 其實他就用 時間換空間 去做事 這個要留意 這種特徵 是更加 讓我覺得他似是有問題 但誰做什麼 背後有些什麼 這些我就 先整理一下 現在全部人都說要加 樓市當然會有些壓力 一手樓就劈價 另外二手樓 又要追回息 又要追回回報 我想可能要等一年半再 美國真的開始減息的時候 樓市才叫做 跌定 這個只不過是說 從加息的數字上考慮 不是說什麼前景 移民 什麼經濟環境 這些 那些 那些 說下去就睡不著了 不說了 那 如果你目前只是自住的 那你就不要想太多 你記得你自住 你不要經常想 你買一層樓自住 樓價低了 你要知道 你買那層樓 你不買那層樓也好 你也是要租樓的 你住屋是一定有成本的 而在這些情況下 我們講過好幾次 很大機會租金會上 很大機會租金會上 其實你反過來 某個程度上 都會追回顧色 都是這樣 當然沒有追到那麼多 始終那個就有供求的影響 但是最終你還是要住 還有去耐久的時間 周期又多長 你又未必說一定是這麼差的 如果你自己住就不要想那麼多 人生是沒有辦法 所有事情都機關算盡 你唯有自己安心也好 最主要是健康和家人 這些事情是一輩子的 是嗎 好了 今天的主題是說什麼呢 說綠債 綠債 你會問我可以說一下綠債嗎 好簡單的 綠債 我們看看 AM730那裡找了一篇問題 綠債也是第一次發的 今次這篇綠債 相對來說 比較帥仔 有4.75厘 上一輪2.5厘 我記得去年 都說 喂 沒有數 你搞這些 就不是很吸引 今次4.75厘 相對吸引 即是貿易來說 可不可以吸引 可不可以吸引 這一批債就三年 最終可以去到兩百億 即是可以有個 加大機制 好了 問題就是 買不買得過呢 買不買得過 首先他給你4.75厘 如果你駁減息 即是你駁來一年半再 減息 你這些主權 這些定義的主權債 就不是說我們 行政區的主權 不是說這些主權 主權是屬於中國的 一定是這樣的 不過這些債的名字 就叫主權債 屬於政府機關出的 所以就不要誤解 我意思就是 這類型的債 以香港的狀態來說 香港的優勢是很高的 香港就應該是A價 以上 大家看一看 好了 那 你駁來減息 那你這麼高的Coupon Rate 它升上去的可能性 都很高 可以升得挺漂亮的 即是你說一百元 你說升到一百十元 都有可能 即是十幾% 有些 有些 進取的Coupon Rate比較高 又穩陣的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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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rporate的債 那些債 升到 一百五十元 一百四十元 都有的 即是這樣說 升一半 所以其實是一個不錯的 也是一個投資來的 那問題就是這樣 你要買它 那你考慮什麼呢 第一件事就是 就是未來三年 你是不是還想持有港元 因為它給港元 你買的那些是港元 那你是一個考慮 那這裡 為什麼你想持有港元 為什麼你不想持有港元 這個自己想 那第二件事 香港會不會因為某些事情 被降評級呢 那不知道 那美國也被人降評級 那有可能會被人降評級 那被人降評級的時候 你的債價難免要低 你不是美國 美國就沒那麼大影響 香港會影響大一點 那到時候你就可能很害怕 那會不會就沽了出去 就不持有到尾 就收回錢 那這個不知道 你自己問一下 自己敢不敢 就是 信應敢夠強 那第三件事就是什麼 就是每年發債越來越多 每年發債越來越多 我等一下會看幾樣東西 有幾樣東西看 我依然都很希望 可以在十五分鐘內說完 好 首先 這個幫Supermark 自己上去 上面找 很多債可以選 但是它不齊 不是齊 有很多都沒有 最齊的應該 都是Bloomberg 我想 那 這裡有很多 都是香港政府的債 看到沒有 這裡是香港政府的債 現在說幾千 94 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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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元 通常我們面積都是100元 一般是100元 有些 ETD 就是 美國才有的 那些 那些叫做 交易所交易的 那些就好像25元 面值 我沒有買過 很厲害 我忘記了 這些東西 我知道很多 不過很多 都忘記了 年紀大 都不太接觸 然後 你看到 大約 它的範圍 那個 知識率 最後 大約 4厘 我們當作4厘 而你看到 這些Coupon Rate Coupon Rate 高一些 這個 遠一些 近一些 遠一些 它就給你低 因為不確定性高一些 但Coupon Rate 又高一些 這個 2.8 它到 Coupon Rate 是4.1多 那為什麼它會特別高一些 因為它近 通常 你炒 減息 債升的時候 通常是短年期的升 我們以往是做過一個表 給大家看過 短年期的 是升上去的 升得比長年期的 所以現在其實 似乎短年期的 是多些人爭的 長年期沒有那麼多人爭 相對來說 當然 還要看回自己的Coupon Rate 但anyway 大約是4 如果你再看下一點 例如 這些 有一批是銀債 有一批是銀債 你看回這個 HKMA 即是這個 不是HKMA 這個 是Mortgage 即是 香港管理公司 香港管理公司 沒錯 HKMA 金管局 這個 你見到 這些是次主權債 那 大約是 5厘左右 貴 多一點 是正常的 因為 大家看到 AA加的 大家都很高 好了 而他 Coupon Rate也高 你就問自己 我現在買6 如果我不抽 我就要上場買 這個Rs Price 是差貌 實際 不一定是這樣的 我當你現在是99 99 9 我手5厘 99.9 最後我可以拿這個 然後 24年這個比較短 你就說 我只保持一年 一年左右 剛好十月 有沒有好處呢 但是 我這個Coupon Rate 就高一點 高一點 但是 你就拿不到那麼長 因為那就是三年 你就鎖定不到 你之後來的三年的風險 譬如 25年的 26年的 那些比較近 4.5厘 最貴的就是這個 3.32 26年 都是給4厘 所以 某個程度上 如果以這個等級的債 以這些 年期來計 其實這次的6債 是值得抽的 我認為是值得抽的 如果你再換下 其他角度去看 其他香港 這個不是這個 這個是我自己的 這個 這些是香港 相同的香港的 香港的 同樣都是HKD的債 都是港幣的債 針對港幣的債 針對港幣 你要看一下 大家其實 普遍都給到5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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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5厘多 那他那個 Rating可能不太好 這樣 現在不知道什麼公司 HLP 這個地址 地址也有 只有4.7厘多 差不多 差不多 大家年份就差不多 這個拿著 拿著 不理 如果你這樣看的話 當然是值得買 我們 那隻6債是值得抽的 馬尾赤路上是值得抽的 從這個角度去看 從這個債的角度 其實這些債已經升了 這些債已經全部升了 為什麼 因為你之前跌得低 然後大家知道 準備減息 已經有很多人進去買 包括我自己罵的時候 我都是罵在表面上 都不算在底下罵 不過就是 之後他會再有日價 再上去一點 就這樣解釋 就不夠人家轉身快 這個corporating mindset 是不夠人家快的 這是事實來的 所以6債就OK 但是你再回到我那裡 就看一下 比如 這一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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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麼來的 這隻加德士 當然要看一個細節 細節要看清楚 裡面有什麼來的 比如早前 早前跟我說 我找到一隻cococola的吸引 他告訴我 原來cococola cococola是 土耳其 公司發的債 就不是正式我們認為 美國那間法 那個折扣就不同了 而且你也會看到同一個名字 可能是 擔保 可能是不同的 子公司法 都不同 這些你自己看清楚 但是香港政府就簡單一點 不用看不清楚 那這隻 他票面是4.5 他也是26年到期 那 overall 他可以給你 5.9 那你就考慮 喂 加德士 三年內蓬州 會不會還不到 支不抵債呢 那你就想 咦 好像這隻都很吸引 多了一輩子 但是他欠美金 那個考慮就是這樣 比如說 Netflix 也有 Netflix cash card 每個月都有錢收 給你5.8厘利的 去到25年 然後 也有5.幾厘利 這個可以貴一些 超過了100元 最後就是這麼多 多一厘一厘 那你就這樣考慮 值不值得買 但是當然這些 你認識就是 不認識的話 就簡單點抽 零售那裡抽 好了 最後的一條數 大家看看 等等 就是 這個 這個表 我就在香港政府 下載下來 那這裏 就 由2017年開始計 統計他發進什麼債 那這一邊 就是corporate 我想是機構營購 這些就是retail 就是街邊做的 那 那 那單位是10億 那這個2017年 我們 這些 你可以看右手邊 這個也可以 這個都不用看了 這個我就把它深入了 那麼 做了200億 2017年 出了200億債 然後去到2018年 2018年 都是200億 2018年 這個對這個 這樣對的 這樣對下去 等等 這樣對下去 OK 這個就是200億債 然後2019年 它又是200億 然後去到2020年 480億 2020年可能疫情 是不是要發多一點債 去 去紓困 這個是 那2021年 咦 又多些了 如果業績是這樣的話 幾好 69億 2020年 後來呢 少一點了 因為好一點 那些紓困的東西 沒有那麼多 變成67億 670億 但是 都維持在一個相對 較高的水平 如果你覺得難聽些 一年發的債 就前面三年發的債 三年有多的發的債 就是了 反而去到 2013年 2023年 發了75億 750億 而這裏呢 還未計算我們現在 所說的 綠債 那麼 發了綠債的話 有可能去到 950億 有可能去到這個位 那這個就是我剛才提的第三點 那每年發債越來越多 那 你怎麼考慮呢 那 如果你沒有的 它是抵賣的 它的還款能力 就自己考慮了 那然後你 最後 你如果是買很多債 或者很多種的 那你其中一隻是這樣的 我覺得問題不大 如果你這樣唯一一隻 或者你整個資產裡面的 很大部分 我就覺得要小心了 如果你說不是 我資產包括股票 包括定存 包括基金 包括保險 所有東西 加上這裏 這個債資只佔5% 到10% 那我覺得都可以的 就是那個分散投資 資產配置的考慮就是這樣 而未來 減息的機會 是大於再加很多息的 所以其實它 是有一個上漲的機會 到時候 也可以在市場上面 沽售出去 就是找第二個去接 所以 我認為 都是一個不錯的投資 好了 今天就講到這裏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按鐘仔 按傳播 分享我的影片 還有可以加入我們Patreon 可以加入我們Patreon 會員 近來都開始有些 好友來找我們 多謝大家 再見 拜拜